剑星正式版今天可以玩了 最近PS5新游戏价格真不便宜 剑星预售要500多 黑神话悟空PS5版的页面已经出来了 但是目前没有标价格 浪人崛起二手盘前一阵子卖到了600块 全新的要等10天 我这手残档都通关了 你那还没发货 是不是挺让人无语的 我估计有同学该说了 你买数字版不就行了吗 这不 我的剑星买的就是数字版 也花了500多 我是为了帮大家做节目 体验游戏的好与坏 才买的数字版 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最好的选择还是买盘 比如浪人崛起 玩上几十个小时通关之后 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探索了 可以趁着还有热度赶快卖出去 很有可能还能赚点 妥妥的理财产品 其实现在卖二手游戏盘很容易 比如转转有个平台机卖 我们可以把不玩吃灰的PS5PS4游戏盘 Switch卡带 甚至闲置的手柄 一起打包计卖 我们可以自主定价 在平台计卖 下个订单之后 就不需要操心了 像打包 拍照 质检 上架 都是由平台负责 我们也不需要和买家沟通 砍价 平台有专业的客服都帮我们做了 到时候只需要等个两三天 卖出到账就好 而且转转平台 针对Switch卡带 PS光盘 是免手续费的 该耗的羊毛还是要耗的 所以 我们玩家只需要专注 玩我们游戏就可以了 把通关的 或者不想玩的 吃亏的游戏 断舍离出掉 回血 再买新的游戏 这样就能缓解 我们玩游戏的资金压力 那如果以后想玩了怎么办呢 很简单 那就再买回来呀 游戏这种制品 内容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的游戏观 仅供参考